感觉有点有点感觉有点像40岁的 冲不动了 谢谢猴哥今天找小姐姐吗 今天不找小伙子 你好 哎一下 你学的抠你就一个刀也变补啊我跟你说 一个刀你也变补 对你就用抠补 这两个兵你一个也变收 你们这是要干嘛呀 我可真是服了大哥 还打的红关键是打完红自己打的红这人打完红抓的上路还 真是恶心人呐 应该不能来了 怎么跑得那么快啊 真烧啊小天使这种地方不不放闪现啊 好交闪可以 等个五秒钟啊别着急他现在有斜 哎呦 哎呦卡 我们把这冰线吃了回家就可以了 两个选择耀光还是这个 这个吧 算了这个吧 来这个右一点 省得不够右 皮还出不了 皮还不能出 八百有减息地 然后加点血量 皮还我点的神奇之血 好把兵线放过来 先战被动 假装打不过他 跳上来开意 晕 锤 吃药往前走 锤接送锤 跳上来 我又回来了 卡一波线 这波线其实我都可以回家的 我们回家吧 正好这波线出来我们到这儿 然后来把长剑 我觉得现在的这个 这三项都不 这出的装备不够全面 你说你出这个吧 没伤害 出这个吧 不够用 出这个吧 没攻击力 本来以前还有一个东西可以选择 就是小木锤 又加血量 又加攻击力 你这现在出个这么个玩了 你有啥用啊 这炎烧宝石 炎烧宝石可没有用哦 他敢上来我们就跳的啊 现在卡住兵线 也别用意 上来就直接跳脸 上来就直接跳脸 直接E啊 这不行没跳到 锤锤跳下来 中锤别中锤 锤锤锤锤 锤 放弃了 哼 我顺一点吧 队友都顺 我不顺队友都不顺 就不能我顺一点队友也顺吗 锤 太大锤 中锤太易 闪现跳上来 晕住锤锤 差一个中锤 哎呦我靠 这虾的升级升得好快哦 怎么都溜了呀 这虾的 老哈的 好你个老哈的 回回都是你 把他们也算上 连招不流畅 怎么不流畅 他如果那个抠被我打断或者是抠的时间到了 我刚才就死不了 他就得死 他死了以后天使都得死 我感觉就少点攻击力 没用 他这天使都帮不起来 他连经验都失不了 好 洞肥 先走 这边他把大用了啊 我们直接在这卡着他 他赶过来把他杀了,他杀还没了 这边他赶过来就把他杀了 先把这两层傻皮给他吃了 中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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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锤 哎呀好卡 瞎眼珠心 一切塔我不打 我让小兵 继续的 被吃掉 来把后排小兵打了 让他的小兵出来 然后呢我们的小兵就会打他的小兵 我们的小兵打他的小兵,我们的小兵就会被他砸死 我们的小兵,我们的小兵就会被他砸死了 你怎么这么可恶呢,我就发现了 这么可恶 下回我们明白了啊 这两回我们都没明白 下回我明白了 这个天使只要敢上来那么一小下 就说明哈的在他后面 就说明哈的在他后面 这一条 我还是得破败呀 我先把这个除了,除完这个我们来个这个 来两个攻速 哎,天使之前了,哎呦,可以 不拆了,我们去把峡谷打了 啊,我本来想跟你们玩的时间长一点,没想到啊,这老孩子,有点讨厌,那算了吧,时间上高地了 打着峡谷你有脾气是吧 币还挺大 发死吃了,上高地 是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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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吧 我们也不拆 好他没来 打了他个大 下边得来杀他 这边把他大打了下边他没有大 吃塔皮不吃塔皮我要上高地的我这个峡谷 我吃的中路一个塔不个人 先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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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我 等我上高地啊 我又回来了 对 打架 对 打架 打架 哇 这么猛兄弟 你好像没啥装呗 为什么天使出这个盾弓啊我都没搞明白 哪有天使出热玩的啊我天 我闪过来我都 我都愣一下 怎么有个盾呢我天 谁出盾弓啊 还要不正经天使应该出啥呢 你看 正常的天使应该出什么装备呢 海妖杀手啊 谁到了 正经研谁出盾弓啊 不过没关系 拆了得了 没关系 拆了得了 谁到了 正经研谁出盾弓呢 哎哟 我们家的ADP 094 我这太坦杀了吧 把杀路拔了 哎呀真的烦死了这个哈的 我跳走了 拜拜 不打了 我说停停 不打了啊 杀路拆完 我们拆下路 我也不在多 在这多跟他妈逗留 别我逮着你啊 来来来来来 我逮着你 我逮着你啊 我逮着你啊 出个右装 卸手 什么的吧 出点护甲啊 我太脆了 那我五字腰 你想我杀装呗呀 太脆了 你十八分钟 谁不退 没办法呀 你十八分钟谁不退 没办法呀 谁想卡杀死的 杀死十七个 那杀十七个我也不敌 你十八分钟谁不退 没办法呀 我们就担待了 你那一手手不那一手就拉倒了 反正我们的队友是猛的 只要把对面的塔全部给他拆没就完事 本来我也想去杀人呗 实在是哈的不让杀的算了 我不杀了 我就担待去了 我每次一杀的天使 赢的各方面 我一杀的天使 赢的各方面 我不杀了 我猜他 我不杀了 我就快点把这把拿下 想上分 就别多玩 知道吧 把游戏时间控制在二十分钟 就是拆 随便啦 还能给我干呢 我是无形的拆塔机器 这把肯定是我们塔拆的是最多的 百分之百 我们的塔拆的是肯定是最多的 你看到吗 谢谢贝贝